这一期呢 我们勾这样一款 这个 镂空的这个枣型针的手套 勾针方法简单又实用 接下来我们开始勾针 左边起针 起十二个辫子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二个辫子针完成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勾第一行 先勾四个辫子 它是作为过渡的 然后在倒数第五个针目里面 挑一根辫子 勾一个短针 接下来下一个针目里面 挑一根辫子 勾一个短针 每一个针目都是 挑一根辫子 勾一个短针 一直勾完所有的辫针针目 最后一个针目里面 挑一个辫子 勾一个短针 那在第一行完成之后 是十二个短针 接下来我们勾第二行 同样是勾四个辫子 作为过渡 然后翻转支片 再倒数第五个针目 也就是第一个短针 针目里面挑一根辫子 我们看一下 每一个针目是有两根辫子 我们挑外侧的那一根辫子 勾一个短针 完成之后呢 是同样是十二个短针 完成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勾下一行 第三行 同样是先勾四个辫子 作为过渡 然后翻转支片 再倒数第五个辫针针目 再倒数第五个针目 也就是第一个短针针目里面 挑外侧一根辫子 勾短针 那我们就这样 一直勾下去 勾到长度呢 这个长度差不多 跟自己的手腕的宽度 差不多就行 最后一个针目 挑一个辫子 勾一个短针 然后呢 完成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长度 从这个四个辫子 形成的这个过渡针型 开始数 123456 7 8 9 10 11 12 13 12 15 16 17 18 19 20 20 20个 这里有20个 那这一侧呢 因为第一行这里没有 所以它也19个 然后我们 对比看一下 差不多了 这个 然后我们就可以收口了 接下来呢 我们收口连接的时候呢 这一次刚刚说 19个这样的四个辫子 我们再勾一个 然后它就要20个了 接下来我们就和它 合在一起 合的时候怎么合呢 我们先 我们这个就不转纸片了 直接这样 这样对齐 来开始 合并 我们看一下 这里是突出的 这里要有一个突出的地方 所以前面这个 同样是 四个辫子之后呢 我们这里 找到第一个辫针 周末 然后这里呢 同样是挑倒数 第五个 辫子 也就是第一个短针 周末 背后的那一根辫子 勾引拔针 继续 每一个针目都是挑 外侧的一根辫子勾引拔针 一直勾完所有的针目 最后一根 完成之后呢 我们剪线 拉紧 然后我们看这一侧 其实这一侧跟这个也很像 然后我们看这一侧 这是更像一点 所以我们这一侧 来勾 作为起点 来勾下一行 我们勾下一行呢 先打个结 然后呢 我们从 这个 任意一个 四个辫子 形成的这个过渡针里面 入针 带上线圈 勾过来 然后勾一个辫子 作为起立针 接下来我们在这个空隙里面 勾两个短针 一 二 每一个 这样的四个辫子 形成的动员里面 都是勾两针 短针 那我们刚刚数了 总共有二十个 所以加起来呢 我们就要勾四十个短针 那最后一个 这个 四个辫子 形成的 动员里面 两个短针 完成之后呢 有第一个短针 针目的两个辫子 引拔 这里呢 我没有去拉紧 所以这个地方 就这样就行了 接下来呢 我们勾第二行 先勾三个辫子 我们把这三个辫子 当做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接着呢 在同一个地方 再勾四个 未完成的长针 一 二 三 四 那这样呢 就有五个未完成的长针 然后一并勾出 这样呢 就是一个五长针的造型针 接着锁三针 继续呢 控两个针目 一 二 在接下来那个针目里面呢 再勾一个五长针的造型针 一 二 三 四 五 接着呢 接着呢 勾三个辫子 继续 这一次呢 我们只控一个针目 在下一个针目里面 勾五长针的造型针 然后一并勾出 这样 先是控二 然后是控一 接下来我们就重复这个过程 先勾三个辫子 控两个针目 勾一个五长针的造型针 三个辫子 然后呢 再控一个针目 五长针的造型针 那我们就这样一直勾下去 最后呢 我们还有一二三四针 前一个是控的一个针目 这一次控两个针目 下一个针目里面勾 五长针的造型针 三个辫子 因为呢 这是最后一个空隙 我们这里不是还有一个引拔针吗 其实不管你拉不拉 它最后都是有一定的长度的 所以这里的三个辫子呢 其实我们只可以 可以勾成两个辫子 再加上于第一个针目 这里啊 针目在这里 进行引拔 勾成的这个长度 然后呢 它就相当于三个辫子的这个宽度 要不然的话 就会一直往上勾 这个宽度 这里的这个缝隙会越来越大 比这里的缝隙还要大 所以我们在最后一个造型针 跟第一个造型针的这个空隙 那里 我们都用两个辫子 代替三个辫子 只这里代替 其他的地方不变 好 这样呢 在第一行就刚好完成 我们一共有16个这样的造型针 接下来呢 我们再勾一个过度行 过度行完成了之后 又是造型针 过度行造型针 好 接下来我们个过度行 先勾一个辫子 作为奇力针 然后在这个造型针针目里面 勾一个短针 三个辫子 继继续 继续造型针针 在这里啊 三个辫子 这个过度行 我们就这样一直勾下去 最后一个造型针上面 同样是先勾一个短针 那我们最后这个空隙 用两个辫子 代替三个辫子 完针之后 与第一个短针之木的两根辫子 引拔 这样呢 过度行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又开始勾造型针 勾这个方法一模一样 三个辫子 作为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然后继续在这个 针目里面勾 四个未完成的长针 加起来呢 它就是五个 未完成的长针 然后呢 一并勾出 接着三个辫子 然后呢 在下一个短针之木里面 继续勾造型针 那我们就这样一直勾下去 把这一行勾完之后 再勾一行 过度行 我们来 然后来再比对一下 这里呢 这个第二行的这个造型针完成了 然后过度行也完成了 我们来比对一下 然后这里 那我们可以再勾两行 这样的造型针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往上走呢 在分大拇指之前呢 它这个宽度是变宽的 到时候这个拉伸的话 它会把这个间隙拉大 那我为了呢 其实这个毛线是要弹性的 但我为了让它的间隙拉的不太大 就是跟之前的 看起来还差不多的话 接下来两行造型针呢 我是勾六造型针 六长针的造型针 就是多一个长针 接下来两行就是 这个手掌这里变宽的地方 我们勾六个 未完成的造型针 二三四五六 然后一并勾出 勾三个辫子 继续 下一个短针针目里面 同样是六个 二三四五六 那我们就这样一直勾下去 过度行还是要勾的 总共勾两个 两行这样的六长针造型针 那这里呢 我又勾了两行 这个六长针的造型针 然后这个是过度行 还没有勾完 还剩一二 有三个空隙 两个短针需要勾 那其实从这一行开始呢 它的那个 就可以 我们先比对一下 这个长度就够了 可以开始分手指了 这里呢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三个辫子 一二三 然后这里有个短针 然后我们勾一个辫子 接下来继续 三个辫子 一二三 三就是七个了 然后这里有个短针 八个 然后呢 这里有两个辫子 就十 接下来呢 我们就与第一个短针针末 进行引拔 这里呢 事实上我们就已经勾了 十个辫子 十个辫子 我们再把这个 拇指带进去看一下 那这样是刚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就勾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呢 这个宽度又变窄了 所以我们就按之前 勾五长针的造型针去勾 那我们继续 这一行呢 要开始勾 枣形针了 这里呢 是勾五长针的 枣形针 我们勾到这个 辫子针 这里形成的 辫子的这个地方 我们再来看啊 前面的勾制方法 是一样的 这里还有一个 短针针末 同样是勾五长针的 造型针 三 四 五 一并勾出 这些来三个辫子 然后控三个针目 一二三 在接下来那个针目里面 挑一根辫子 或者是挑两个辫子 都可以 继续勾五长针的 造型针 二 三 四 五 一并勾出 三个辫子 继续 控三个针目 一二三 接下来 那个针目里面 同样是 五长针的 造型针 一并勾出 与第一个造型针的那个针目 挑两个辫子 引拔 那这一行就完成了 接下来勾过多行的勾制方法一样 那这个长度想勾多长呢 按自己的来 方法是一样的 这里呢 分手指之后 我又勾了两排的这个 五长针造型针 我们来再试带一下 哎 差不多了 那我就可以收尾 也就是勾最后一行啊 那接下来勾收尾 也就是最后一行 那我们要 引拔到这个缝隙里面 去勾制 所以勾一针引拔针 然后勾一个辫子 作为起立针 在这个空隙里面勾一个 短针 然后呢 勾三个辫子 接着呢 在这个空隙里面 再勾一个长针 这样完成之后呢 在下一个空隙里面 勾一个短针 三个辫子 空隙里面一个长针 继续呢 我们就这样重复勾制 一直勾下去 勾完这一行 最后呢 我们与第一个 短针针木的两根辫子 引拔 然后呢 就直接断线 那这是40克一团的线 还剩这么一点点 如果大家想要 勾长一点的话 可能要买两团 然后拉紧 接着呢 我们把这个线尝一下 尝到织物 反面 尝到差不多了之后呢 就要剪断 然后这一侧 这个起始的 断线的那个线头 我们也要把它藏好 尝得差不多了之后呢 同样剪断 那我们再试带一下 这个就够完了 那这里还有一只 带左手 那这个带右手 就这样子的 我们再试下来 我们再试下来 再试下来 感谢观看